中国重金引进野牛登陆艇 为何刚学会建造却后悔了 其原因令人心酸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最近中国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船开始了海誓 将开启海军陆战队立体登陆作战的新时代 075型两栖攻击舰同时可以携带三艘726型野马起点登陆艇 该艇满载水量160吨 最大载重为60吨 可以运载一辆主战坦克或四辆两栖步兵战车 也可以运送80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 航速超过50节 726型起点登陆艇的列装 大大加强了中国两栖舰的重型装甲兵力投送能力 对跨海登陆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绝对不是中国最强大的起点登陆船 实际上中国曾重金引进了世界上最大的欧洲野牛起点登陆艇 该艇满排水量555吨 拥有完整的作战武器 中国还获得了全套生产技术 令人遗憾的是 该艇只建造了两艘就停了 确认是一项非常后悔的武器采购 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当年引进野牛的价格为每艘8000万美元 希腊是5000万美元 主要原因是中国最终决定要引进其制造技术 前两艘野牛有乌克兰建造 后两艘有乌方向中国提供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全套技术材料 在乌专家协助下建造两艘 当时外界普遍认为中国会大批量生产野牛登陆艇 最后却被迅速放弃了 原因令人心酸 首先 乌克兰因为克里米亚发生变故 根本无法提供配件 中国引进野牛时 实际上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想出手 但是乌方的价格更优惠 而且还愿意把技术转让给中国 然而 这家乌克兰造船厂中途又变成了俄罗斯所有 到最后 乌方因为变故 无暇顾及订单 也无法提供MT-70燃气轮机 导致中方继续生产 还得找俄罗斯 几年后 中国虽然研制成功了QC-70燃气轮机 但是 野牛无法装进两栖登陆艇的缺点 决定了其最终命运 其次 野牛级气垫登陆舰使用的消费比 完全不合理 可靠性堪忧 该登陆艇只有在抢摊作战时使用 耗油量非常惊人 气垫登陆舰的边缘橡胶寿命 只有150个小时 完成几次登陆作战训练任务 就得重新更换 成本过高 气垫登陆舰不能像两栖攻击舰一样 在海上长时间部署 只能在近海登陆作战训练时使用 地位非常尴尬 最后 大型气垫船 无法融入现代登陆作战体系 野牛级气垫登陆艇的体型过于庞大 无法由大型两栖攻击舰携带 自卫能力也很差 很难实现中远距离登陆作战 随着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卫走向深蓝 野牛级仍然是近海登陆作战利器 只能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渡海登陆作战时 发挥作用